即是本轮的焦点之战 浙江队对上梅州客家 打这位我们的新疆小伙子的球员的名字 说要把艾莎江打出来 而库尔班是他父亲的名字 是的 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到了禁区之内 打开场激火热 开场就进球 梅州客家领先了 国义 1分15秒 谁说下午场的比赛紧状才慢 梅州客家说我不信 目前排在榜首的梅州客家 先生夺人 这一次浙江队的门将顾超 要负一定的责任 他后场的处理球 显得有一些犹豫U23的球员 他这个赛季没有U23的光环了 但依然是可以够拿到首发的位置 也很不错 吉森这球拿屁股做给了郭毅 郭毅又给回了吉森 倒在了禁区之内 点球 阿宁一场果断 郭毅传得非常清楚 第一注的牌犯今天是曹毅 武汉的埃德米尔森一样五球了 看看敦比亚的点球的脚法如何 长距离的助跑 直接骗过了门将 28分钟的时间 2比0 前锋的点球就是比门将的强 第二点的话可以保护一下 想会给到队友 顾斌 左脚再传 找孟仙奎来了 这个球传得好 扳回一球 孟仙奎说想追 美洲客家队员喝完水之后有点晕 是的 这是脚球二次进攻 顾斌这个左脚兜得太漂亮 大亏没有越位 对 前点 球丢了 犹豫了一下 敦比亚往中间去给 给的还不错 队友还能跑位 漂亮 这个给的力度太好了 面对面脚 打了一个小门 3比1 39分钟的时间 你看两个中卫之间 这么大空刀 一下被穿透 郭义传的吗 应该是郭义 单场不到45分钟 丢三个球 从来没有过 目前已经打进三球的 没什么 给后点 李柱 还有 撞进去了 41分钟 第五个球来了 怎样的战场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波攻势 三打五 这一脚很飘 很诡异 李勤老师您看 走 何宇说 何宇说 真是 这球应该是穆谢奎的助攻了 对 一让让过来了 到了几日之内 门将出击 大球 第六个球来了 4比2 44分钟的时间 谁用了半场 来看一下郭义 这个向前 站位防守 传进来 有越位 挑向了后点 乌 球是进了 有越位的队员 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看 姚金胜传到后点 乌龙 这是个乌龙 对 大乌龙 梅州河家的第一次挑招 是一下换了两个人 卢林呢 我觉得 他的岁数很大了 漂亮 漂亮 4比4 56分钟 我的天哪 下半场比赛 11分钟的时间 承进进球 帮助绿城 把两球的落后 搬回来 看 真的有撞了一下 姚军胜的助攻 承进 这算得上是一个半铲射的 对 他应该用死球时间来进行 对 转身了 一漏 一跑再加速 木屈奎开始加速 中间是姚军胜 木屈奎要自己解决问题 扣 这个后卫太棒了 点球 点球 指下了点球点 我们看一看半动作 这个球木屈奎是蓄谋已久的 要干大事的一个标志 有些可以左脚 面对侯野 小碎步 球进 76分钟 5比4 这场比赛的第9个进球 都交给我就可以了 速度 加速了 红盘跑不掉了 红盘跑不掉 这确实跑不掉 但是我们说 这也确实 也是利用规则 面对自己曾经的老东家梁孟恒 因为他还是后来替不上场 对 我们来看回传失误 这还是回传的失误 这个 红米亚倒地 我们在场面又听到了野少的声音 这时候主裁判